我是結構壓力 今天的結構壓力 研至於受寫人身處於不同結構位置 所交互行情的關係 那最後可能是上下垂直 或是主要問題的 那我們最後觀察受寫人與受寫人 人際網路的觀察書 就是階級差異 互動關係 利益交換 以及觀察受寫人與管理階層 相處模式所觀察書的規範 權益下放以衝突解決 我們最後這幾點 就是可以跟大家說 這是穩固秩序的要素 然後這是監獄結構圖 那監獄由上下的關係 分別有典運長、主管和受寫人 那典運長呢 是可以決定一個監獄的風格 比如說這個監獄的管理要是嚴謹的 或是比較寬鬆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主管 那主管不僅在表面上 會規範受寫人一些就是 勞動或是生活作息等等的規範 那他私底下其實有跟受寫人 有一些利益交換或是互惠的關係 那主管也會將權益下放給受寫人 來得到一個就是 穩固秩序的作用 然後接下來是受寫 那受寫 那受寫 就是我們假如把它分為三種 比較單單的 就是由老大、幹部和普通受寫人 那就是老大就是 比較獨立體系之外的存在 就是主管可以給予老大 比較特殊的待遇 比如說比較自由啊 然後還有在勞動工作行為 老大可以在旁邊泡茶之類的 然後還有就是 普通受寫人也可以依附在老大之下 來找到自己就是 自己的那種確保 白肌 然後接下來就是幹部 那幹部也會被負依 叫做主流 帶群力 比如說他還可以管理其他受寫人的分類 然後接下來就是普通受寫人 通常普通受寫人都會依附在團體 或者是老大之下 來確保自身的利益 然後就是我們 接下來就是我們研究方法 那我們是實地天然調查 就是我們是前往 更生新希望美食坊 來訪問其中的三娘聊天的更生人 以及還有就是 主人朋友母親 曾經坐過牢 然後我們也去管他這樣 然後就是我們 列出比較三大點的研究限制 那就是第一代就是說 我們在分析育中生活的相關文獻 三重的其他就是 研究更生人的文獻為教掌 這也就是說 受寫者在互相不守勢的情況下 比較不願欺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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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他要面對的不僅僅他只是自己的那個刑期 他要面對的也是活生等等 那如果他與其他人起了衝突的話 那麼那個監獄的資訊不是就被破壞了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關係 就受刑人與受刑人他們之間有幾個 就是有互動關係 間級差也能比一下 好那我們首先先講互動關係 互動關係我們分成兩個 第一個是聚集 然後第二個就是衝突 然後A合作 然後第一個聚集 他一個一個我們去訪問那個受訪者A 受訪者A說 他們只要是以前在外面跟同一個大哥的話 那他們大家就算原本不認識 那彼此再進去之後感情就會變好 那這是為什麼呢 然後這是因為大家為了防止 在監獄裡面有遭受到其他派系的 結構壓力的欺壓之下 大家就會各自聚集 然後他們就會形成一個團體 來自我保護 然後那個團體他的媒介就是 以前是跟同一個大哥 那就會有歸屬感 好然後第二個 互動關係就是衝突 然後這我們有兩位受訪者 第一個受訪者C 他的情況比較特殊 他就是說因為他是以刑期為重 因為他們認為說在監獄裡面那個刑期是 就是在監獄裡面的衝突是假的 都是血氣方剛 然後出去外面回家才是真的 所以他們就說他們能避免就避免 所以都是刑期短的在冷視 因為刑期短的就覺得我一下子又出去了 那我在裡面可以為所欲的沒關係 然後受訪者A 另外一個他就是他就是比較意氣 他就說這必須要講意氣 因為他如果他朋友他跟他同一桌吃飯 在打架的時候他沒有下去躺這個滾水的話 他以後回去社會他就不用混了啊 他一定會被排擠 那這是為什麼呢 這是我們有做出一個標題 這是我們來比較 我們來比較受訪者A跟受訪者C 然後他們受訪者C 注重的就是刑期 因為長刑期的人 他們還有很長的生活要在獄中度過 所以他們能避免就避免 然後短刑期的就是會忍視 是不是 然後受訪者A是覺得說 我為了運氣有要要混 所以我就必須上 所以這也是一種另外一種結構壓力 好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階級差異 在監獄裡面不是說 每一個受訪者都是 受訪者都是平等的 他們也會有結構力 他們也會有上下階層的結構壓力 然後我們首先要討論是 那是怎麼產生的 然後其中有一個案例就是說 他以前強奸的就是法案性自主的 他如果關在同一個監獄裡面的話 他並不是平等的 他會被排擠 他會被揍到吐血 所以說政府之前會下一個法令就是說 他會集中管理就是 把他性自主的 把他關在同一個環境裡面 然後不要讓他出去別的工廠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法案性自主 也就是一個人格偏差就是畜生 因為連自己女兒都 連自己親人都下來聊手的話 就是你這個人格就是有問題 所以他們會很排斥這些人 然後所以這個階級就會產生 然後這階級產生之後就會有階級暴力 階級暴力然後在比較階層的 會不敢去反抗上階層的 因為上階層會連同其他旁邊的一些階層 然後來對他們施壓壓力 然後自去就會鞏固下就是上下階層 就會很穩定這樣 然後階級待遇之後就會產生 階級差異之後就會產生一些不同的待遇 就跟剛剛講到的就是 因為幹部是由主管去選主管 幹部也是辦的 然後幹部也是辦人的情況下 辦人跟辦人會彼此熟識 然後幹部就會給予他一些尊敬的老大 或者是他比較好的一些差別待遇 然後他整個階級的行程就會出來 然後就會有差別待遇的關係 然後階層之心就會隨意附 然後接下來是第一交換的關係 因為為了要合作 因為為了要合作 因為他們說他們有所謂的工廠課程 所以完成不了的話 他們就會受到處罰 受到處罰之後 他的秩序就會被破壞掉 所以他們會以合作方式去想說 你如果要什麼我就會給你 然後那你要幫我做 好那我們請下一位 好接下來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 受審聯跟管體階層的關係 那主要我會從三個部分開始著手 第一個部分就是權力下放 然後再來規範跟衝服解決 好首先第一個 受訪者A他剛開始進去的時候 因為剛好有 裡面有朋友是擔任幹部 因此如果說有職缺的時候 這位當幹部的朋友 通常都會找說 跟自己比較熟識 或是認識的朋友 同樣是受審人的 一起來當幹部 那這樣子 原因是因為通常主管啊 會跟受審人之間 是會有距離 會有隔閡的 因此管理起來上 畢竟不了解 所以會 會注意起來會有合作 但這樣因為幹部的 通常也是受審人 那他如果說在管理 好像是受審人的時候 基本上這樣子的權力下放 會比較容易造成 就是監獄內部秩序的平衡 那再來規範的部分 受訪者D他就有提到說 因為他們在工廠的時候 如果說要上廁所 都必須先舉手拿號碼 然後尿尿的時候 還要有時間限制 那另外受訪者E他也提到說 沒有他在監獄的時候 一年到手全部都是這樣的 連睡覺的時候燈也不能關 然後 顏被也不可以蓋住 所以在裡面睡到非常的痛苦 那他也提到啊 就是他 呃 有一次很有心意 想要送卡片的時候 就只好給大家一起寫卡片 可是因為這樣子他 差點 又要寫回過書 因為在監獄裡面 有規定說 大家是不可以集體做 同一件事情的 就算不是做壞事 只是單純想要祝福某位主管也不行 因此我們所得出來的分析就是呢 呃 由於監獄內附的規範呢 他是以外界還要嚴格的 因為這些呃 被關在監獄裡面的人 他們可能是做了一些 被社會上認為是錯誤的事情 因此為了要讓他們 呃 要盡量壓制各種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所以在這個嚴格規範之下呢 受情人通常都只能選擇被動的接受 並且服藏的規定再打到監獄 然後衝突解決的話 受訪者依舊提不到啊 如果說打架的兩方都會被上去圍歸房 然後也會被 就是離開原本他帶的地方 那如果說你是行期比較長的 你就會 就會因為這件事情被影響 因為他可能會影響你假設的時間 那受訪者他也有遇到啊 就是 呃 因為通常都是會讓行期最短的人 去擔這個責任 畢竟短的比較不會受到影響 而且這樣子又可以跟上級就是交差 因此我們就得出了分析就是呢 如果說呃 發生衝突就一定要有人受處罰 那獄中的幹部呢 就會找行期比較短的去受處罰 因為這樣子比較不會受到影響 那對每個人又有交代 所以就因此這樣可以找到平衡 那我們在我們的問題意識就是呢 監獄內的結構壓力是如何維持獄中的秩序的 我們所得出的結論 畢竟監獄也是一個弱肉搶食的社會 那每個人都會有要生存 犯人彼此之間就會跟彼此 呃可能打交道 或是跟上層有關係的人 就是打好他們之間的關係 會有就是要有利益交換 然後彼此就是不要抹草 那但是畢竟衝突還是難免的啊 所以還是需要有人規定出這些規範的 來維持監獄內的支持的平衡 那管理階層也會讓受刑人去管理受刑人第一審立 然後又可以就是 呃比較簡單的去管理這個整個監獄的內容 對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醫師組的報告 那這個 你回到那個 那個你的問題意思那邊 最前面那邊 我這邊結構壓力是什麼 不太清楚 他是比較像是比方說 我是在這個位置 那可能我上面也會有迎接人 下面也會有迎接人 或是同台之間 也是平行的 所以他是有點像 呃 騎壓的 對就是 那個管理階層 他會 管理階層 他會去 會 假如我身處在受刑人這個位置 然後我旁邊可能會受到 其他受刑人給他的壓縮 就可能是不同派系的衝突 然後或者是管理階層會給他像是歸半的壓力 所以那個到 你長大長一個人 某個人佔據了某個結構位置 佔據了某個結構位置之後 他碰到他所處的社會關係 那所處的社會關係 有時候可是正面的 有時候是負面的不是嗎 所以我們的社會關係 就是會有互動 我們的互動 利益交換就是 對 所以那個是壓力嗎 但我們講壓力的時候是比較負面的不是嗎 壓力會阻止很多人 最好是啦 好那以後每個禮拜考英文 意思就是說 這個其實 假如你不要用結構壓力 你再把前面那個 監獄內的 從人的角度來看是一個佔據不同結構位置 然後如何維持 欲中秩序 那 欲中的秩序 如何透過不同的方式來維持 的話呢 改成這樣的問題意思 那我們下一看 欲中的秩序 如何透過不同的方式來維持 那再往下一看 那透過 受信仁跟受贏之間這種方式 受信仁跟慣禮之間這種方式 來捕固了欲中秩序 是不是比較清楚 對 那需要壓力嗎 你這是我意思齁 你們把問題記下來 不要回去 不要忘記修改 好這是第一個 然後那個 有些地方可能你把規範跟法律 搞混齁 你剛才講的有些 比如說不准關燈 對不對 不准集體做某些事 這是規定 這不是規範 規範跟規定不一樣 你知道嗎 對 好 OK 所以請不要講規範 那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社會 監獄裡面的社會關係 是由哪幾種原則去結構出來的 聽得懂意思嗎 比像我們的社會的家庭組織 台灣的社會家庭組織 是根據規範原則去結構出來的 對 就是我們剛剛有講 就是 他這個結構出來 獸型的人之所以 會有不同的真正地位 首先是老大 老大是因為他在外面 他原本就混得有真正 所以他進去的時候 自然會受到獸 他的地位就比一般的獸型的人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是幹部 第三個是獸型人 那這三個之間 怎麼結構出來變成三類人的 怎麼結構出來 對 是根據階級 還是根據他的黑道大小尾 還是根據他的刑期 還是根據他的犯罪的類型 他主要是跟主管的關係 好啦 OK 那這一點就很重要了 你們剛才裡面有講嗎 我們剛才有講 這三個部分是因為主管關係好壞 而造成的這三種類型 我們在結論有說 他們會 他們會 會與主管打好關係 好 那假設一個強姦犯 他跟主管關係非常好 這個社會是怎樣 他跟主管關係非常好 大家都說會比較敬重 可是他是強姦犯耶 可是因為大家 以刑期為重 所以 也會被主管定 所以意思就是說 那可是你剛才講說 強姦犯又是最低層的 在裡面一定是不可能當老大的 同學你聽到我問題嗎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我想知道的 到底這個結構 是哪個原則是最關鍵的 還是有前妻是最老大 就是你能讓其他的喜歡你 就是有利益 他主要他整個監獄裡面 我覺得他們 就是我們把弄出來的主人 通常他們都是以利益 他這個利益是最有錢的 比如像那裡邊有人是白領犯罪 賺了好幾十億 那就去關了三年就出來了 十幾億我在監獄裡面 隨便亂花幾千萬 可不可以 我們有一個田野資料 它是說 如果 我們有一個田野資料 它是說 如果家長有拿錢 去跟主管 還有上層打交道的話 上層可以幫他帶微信品 好 你看嗎 關鍵點又來了 這跟你關係好不好 關係好不好 最後是不是跟牽涉到錢 對 牽涉到錢 錢是不是就是 它跟我們現在的社會 是不是差不多 也就是有錢能使鬼推磨 好 所以我的疑問是在這邊 講清楚 這個這樣子的分類 是因為哪些原則 去結構出來的 是階級的 還是性別應該沒有 是階級的 還是父權的 比較為什麼強姦犯 會被人家看不起 同學 為什麼 因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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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強姦犯被人家看不起 因為欺負弱勢 欺負弱勢很多啊 對不對 欺負弱小的也很多 我去隨便打一個 比我矮的 比我小的 不是要欺負弱小 可是為什麼強姦犯這件事情 最被看不起 嗯 欺負弱的很多啊 像剛才那個 報告的警察 喜歡被欺負弱啊 我剛才那個 我剛才那個 從事人家 我也怕 也被那個 也被那個 好 其實這跟 這跟 這跟 父權 也很有關係 男人 你需要女人 你花錢去買就好了 你還去強姦人家 這個是最基本的父權概念 就是男人你可以去玩女人 但是你不能去欺負女人 好 所以這個 這個原則 是跟我們社會上的那個 父權概念有關係 好 所以剛才 那個 很多情況就是 可能犯罪 像你訪問的這幾個人 犯罪類型都是什麼 都是吸毒 對嘛 那吸毒 那吸毒會不會跟那個 殺人會不會關在一起 會 那殺人會不會變比較老大 不一定 不一定 好 還是看錢 好 所以建議裡面錢比較重要 所以跟你在外面大不大 是兩回事 好 OK 這是我的最大問題 那就 就這樣子 那非常謝謝第10組的報告 謝謝 來 現在最後一組 第14組 是不是 第12組 第12組 鼓掌給歡迎 第12組 謝謝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们是第十二组 然后我们就是我们的主题是潜谈主题使用者内化物名的现象 我们的指导教授是王红仁教授,助教是纳飞 那主人有社会系的萧宇林,陈品宇林同跟张造成 还有财管系的谭宇辰 我们的研究动机呢其实是因为就是教授在上课的时候提到说 使用毒品是一种罪吗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说就是我们对于就是这个毒品使用者这个族群 其实对于他们的生活面貌是非常的就是不清楚的 所以我们就是决定就是要做这个主题 然后经过我们就是长时间的讨论跟吵架之后呢 我们就就是得出来的问题是 基于哪一些社会因素是毒品使用者他们被污名化 那在这个社会脉络之下他们是怎么样不平等的被对待 最后他们会发展出哪些因应策略 那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呢 第一个是就是社会因素总归的三项是政府、学校以及媒体 然后他们就是受到这社会价值的影响 就是他们其实在这个社会下已经不自觉 他们已经不会自觉到自己是被压过的 然后就是我们将这个现象称为内化物名 然后就是因为毒品使用者他们会害怕被视为就是行为偏差者 然后失去就是就是归属社会的感觉 所以他们最后都会选择就是戒毒 然后再次的社会化 而且他们其实也普遍就是不想要就是暴露自己曾经使用过就是毒品 然后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其实都隐瞒自己的身份 或者是说选择再次社会化 那他们就是就是社会大众其实就没有办法更了解他们 然后反而就是更就是更加深的这个标签 所以我们就是最后就是这个体系又再次回来 所以就是变成无名化再次的概念 然后我们推论逻辑就是得出来的无名化再次 那就是这个结论怎么推出来呢 其实是因为就是我们社会因素有政府宣导 大众传播媒体以及学校教育 然后就是这一些就是就是社会上的这些因素 然后就是进而影响到同差以及就是同差以及家庭 然后就是最后影响到个人 那就是他们其实就是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这一个社会 就是有这个社会价值观之后影响到大众 然后大众就是如果得志他们是毒品使用者 就是会不平等对待他们 像是就是他们会疏远毒品使用者 或者是在自己价值指柬前 然后就是毒品使用者他们的因应策略呢 就是他们可能一开始会先否认就是就是他们会有情的阶段 一开始先否认然后最后就是就是逃避 逃避那个就是逃避别人眼光 或者都只得怪他人 然后就是最后他们就是可能会选择就是刚提到 他们会选择是在世的母社会 或者说他们会自我疏远 那就是又回到了就是无名化再次 因为就是社会对社会对社会对对他们的不了解 所以就是就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真实生活 所以就是无名化会再次对 那我们就是交给下一位讲研究方法 那接下来就是研究方法的部分 那首先我们会先看广告和报道杂志 来了解媒体是如何呈现吸毒者的形象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阅读相关的文献 来了解相关文献 然后拟定出问题意识 那问题拟定出问题意识之后 我们会以问题意识为出发点拟定访谈大纲 然后接下来就是进入填料 那我们我们采用的是深度访谈 这样才能使我们更了解我们受访者的 对无名化的看法以及内心想法 那接下来就是做后续的论证分析 那研究限制有与受访者彼此不熟悉 受访者用到经验不足成瘾程度不大 以及时间限制和受访者寻找 武艺最后就是同质性太高 那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表格 同质性太高的时候就是 不管你可以看到说他们年龄啊 使用你的药物或是学历 以及戒毒的机构 其实都相同的地方其实很多 那这个同质性太高会导致说 我没有办法去了解各种不同 药物使用者的内心的想法 那社会因素首先是政府先制定法律 告诉我们西主是不好的 那学校和媒体就会将政府的 政府的反族意识灌输给家庭 以及同财 那深受家庭以及同财的个人 就会接受这个反族的概念 然后就进而入会去歧视 歧视福音使用者 那还有一个因素是宗教信仰的因素 那因为宗教信仰是我们四个受谎者 里面有三个是在福音戒毒里面 福音戒毒机构里面进行戒毒 那宗教的规范水 其实对他们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好那接下来就是换我讲 就是我们刚刚所谓提到污名认同是什么 就是我们原先就是预设的是毒品使用者 他们其实是明确知道 可能是被污名 就是他们是被污名化 但是其实经过访谈发现 我们发现就是他们其实 就是他们已经将这个污名内化 他们其实已经没有自觉到 自己是受到压迫的 然后他们就是认为自己是罪人 然后就是然后他们就是将这个标签内化 然后就是进而产生就可能自我焉恶之类的 矛盾性 那我们就是归因有三个 第一个是家庭教育 然后第二个是从财影响 第三个是刚刚提到的宗教信仰 那就是以下意义介绍 就是家庭教育为什么会影响污名认同形成 就是他们就是可能家人啊 就是会希望他去戒毒 或者是说就是他吸毒了之后 对于他的评价就是突然就变得负面了 然后就是家人这样子的观念以及期待 会影响他们毒品使用者的去罗认同 所以他们就是会除了内化毒品 会出现这其中一个原因 然后第二个为什么有从财影响呢 就是他们就是受访者有提到 就是说就是他没有在吸毒的朋友 知道他有吸毒之后 他朋友就是可能一开始好言教权 可是后来就是渐渐远离他 因为就是可能就是怕接近他会出事 那就是因为同财这样的反应 然后就是他们会受到书理押迫 所以他们会更加认定 就是这些错误其实都是来自于个人 而不是就是社会去定义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特别提到的宗教信仰 其实就是受访者我们只有打一个出来讲 可是其实三个后访者都有提到 就是说他们就是每天都是就是念圣经啊 唱圣歌啊然后就是听牧师舞蹈 然后他们就是在那个就是在这样子的过程之中 其实就是宗教告诉他们就是说 你们就是你们上瘾或者说使用毒品 他就是一种错误 那你就是要承认他然后去改掉他 那就是最后呢就是就是他不断强调 这击毒他是一个必须被抛弃的行为 好所以就是他们就会认为这是一种错误 那就是结论就是说就是这点小结论就是说 他们会认为过去的行为都是个人造成的错误 然后他们不会反之这些行为 其实是社会就是规范去定义他们 就是社会规范定义这是一个错误的行为 对所以他们就最后会忽敏认 接下来有讲生活中对毒品使用者物品的对待 那其中一位受访者就表示 那在他吸毒之后他的邻居就会觉得说 以前为什么那么乖的一个小孩子 到底是叫了多坏的朋友没有沾上了这些毒品 那另一个受访者就表示 他回到家后他的家人亲戚朋友都会对他指指点点 因为他还吸毒 其实我们社会大众的价值观 普遍认为说使用毒品是坏孩子才会去做我们事情 而且这是一件不能说不敢说真 在暗地里偷偷进行的坏事 那由于我们对毒品使用者的想象时分的负面 那除了怪罪于使用者本身之外 也会指责掌揾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那接下来是他们交友的情形 那有一位受访者表示 在他吸毒之后他朋友 原本的朋友就可能不会想要跟他联络 因为知道他还吸毒 那另一位受访者也说 一般人不太想要跟他交朋友 因为他们怕哪一天出事真的会牵扯到他们 所以他们就会渐渐远离 毒品使用者 那毒品使用者往往在吸毒之后 会与过去的朋友不断决言洗澡 之交人缺缩小 往来的人也都是毒品使用者 或是深色场所的人 那这一般人因为生怕惹上麻烦 那会逐渐远离毒品使用者 那这样的举动会使得毒品使用者 心中产生的不平衡 即留下来因果物的意义 好 然后我要来介绍毒品使用者阴影策略 我们介绍毒品使用者阴影策略 看他们的吸引状况 分成四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是认为有错 控制就是我们上网的表示 一开始吸引都是因为害羞 那虽然他们也知道毒品是违法的 但是他认为说这没有很严重 因为他有违法 因为太违法喝酒 那他觉得这样没什么关系 然后他们通常也认为说 自己有办法 维持就是不要上瘾这样子 结果就算到最后他已经定期使用 甚至无独独独还 他也认为说 吸引头状况在自己的控制房里面 那这时候他们都没有表现出 潛烈对他事后的 强烈自我厌恶有很大的差别 就是他们就觉得说 这只是娱乐啊 有行没有关系 那第二个阶段是逃避麻醉自己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有上瘾的阶段 上瘾的情况很深 而且他就开始感受到 同态对他的这个歧视的眼光 或是疏远的感觉 就是有感受到开始被污名化 那这时候才会产生强烈的自我厌恶 就是 然后就是心情不好 而为了豪杰这个心情 他只要被吸鼓 就是造成一个热性群态 就是他因为吸鼓被考验 所以他被吸鼓 然后很多人就是在这个圈圈 所以一直无法离开 就是他会反复这个过程 然后气量越来越大 然后一直让最后身体狂掉 或者说心情过量生死亡 这样才结束 那第三个阶段是痛苦跟责怪他人 就是他们才是想要健康 但是建局的过程很难 就是不管在心情过程 也像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那通常他们会认为说 就是他个人问题 他只要想要自己 我为了转介这样的压力 他会把他挂到环境或是他人 那其实他没有想过说 就是他想要戒指 其实也是一个雾名认同 那他也不觉得 他没有想过说 为什么他心不得行为 如此不被受的节省 然后最后的阶段就是疏远隔離自己 因为反复戒毒 然后可能都没有成功之后 就会开始远离那些 他认为是不常的事件 就算是他不认识人 他也预期自己会受到 就是不平等待遇 所以他想要戒指他们 然后他把事件分成两个 就是一个是正常的 一个是不正常的 跟像他这种错误行为的人在一起 然后这样子 这样的疏远反而会造成就是 外界对侵入者越来越不了解 造成了汙密化在一起的现象 那就不得署我们的解脖 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 本研究的问题就是 基于哪些社会因素下使用者被汙密化 而他们在这个结构下 又是不会被汙密展对待 他们又会发展出哪些因素策略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因为社会因素会影响到 社会主流价值观 然后境界影响到 公司使用整个人 然后他们又会发展出一些 不同的因应策略 然后我们可以转归为三项社会因素 就是政府、学校和媒体 就是政府为了要建造 就是健康健全的社会形象 他们就会结合了学校和媒体这两项器具 然后去传播他们优势阶级的那个 反独一致犯自己的优质 那种意识形态 然后也因为受到第三项的影响之后 他们社会主流价值观 就会认为信徒就是一种偏差行为 是一种犯罪的就是不好的 然后主流使用者 受到他们 受到这些社会价值观影响之后 他们就会觉得 自己做这件事情 就是一件罪恶的事情 然后他们就不会自觉 已经在这个社会结构下受到压迫 然后反而就会认为 这样子被对待是应该的 然后造成了内化污名的现象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种反独一式的行程 不仅是由政府、学校、媒体 这样由上由下的传递 也会由儒品使用者 对自己内化污名的这种认同 然后由下我们这样的再次否完全认 然后也应该他们认为 就是欺负就是偏他成为不好的 所以他们就会害怕去跟 或就是其他没有欺负人 就是讲说自己是欺负人 是欺负人用的这种身份 这就是因为他们同意 因为不服自己的这种身份 然后会造成社会大众 没办法在正经理解他们的真实量高 然后就是会再次加深 对土品使用者的误会和顾面感感 然后就会进阶地造成 土品使用者的污蔑化在一起 然后也因为土品使用者害怕 被视为是虚伪偏他的 失去这种社会归属感 怕是这个社会 就是这个圈摧之外的人 被排异这样的感觉 所以他们就会选择再次的建筑 和接受再次社会化 然后就希望做多一些这样的方程 然后再次融入社会大众 然后第三就是我们的报告 然后报告给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第三组的报告 那跟第四组哪里不一样 他们没有合照 哈哈哈哈 他们有合照 你们有合照 好 跟第四组 这边讲的三个 什么社会因素造成的物名画 是不是都一样 都一样 那他们多了什么 什么 内化 什么 同财 家庭 你回到你的问题意思好了 他们多了 如何 如何 如果不平等被对待 你们有讲吗 对不对 但是有没有应应策略 没有 所以他们多了应应策略 对不对 好 那他们应应策略是什么 应应策略 你像说学校 像说 嗯 老师要求每个礼拜考试 那你们应应策略是什么 浩网堂 不理老师 教课 器权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应应策略 器权都是最好的 策略好 我也少改考卷 那应应策略说 要应付他们的这些 不平等的对待 他要去 他要去那个 去想出一些办法来嘛 对不对 可是他想出 出来的办法 却最后变成 他是福音这个办法 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们在讲 因应策略 一般是讲说 我要找一个方法 去对抗他 对不对 策略是不是这个意思 因应策略是不是这个意思 想办法去对抗他 所以他们 就是说 因为他们就是 被不平等的对待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 反抗 所以他们最后只好 就是最后只好 选择 再一次 所以他就没有应应策略嘛 他就完全成功 对 那他在什么叫应应策略啊 没有 就是他没有做选择 否认或是逃避 就是出了他 让他是有心理这样 好 那同学都是心理学 社会学 是因为他们是受到这一个 他们是受到这个脉络的影响 然后他们最后就是发现 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的 就是他们个人的东西 是没有办法反抗 反抗这社会其中 所以他们最后只好选择 他们再次融入追求 也有可能是因为 我们就是受到这一个 限制 就是我们的 那些职论 所以 其实这个不叫应应策略啊 我觉得这个部分 就变成他自我认同 而不是应应策略 完全不是应应策略 他最后 内化了这个污名 内化了这个污名 我觉得很好的概念 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说法 就是 使用 毒品使用者 就跟 比如像说 同志 有一同志 他不能认同自己 他认同主流的价值 那时候他就内化了主流社会的异性恋大权 那这个是内化确定没有错 可是他 有任何因应策略吗 他就完全没有任何因应策略 他就认同主流价值 甚至去见证说 同志是不好的 我现在就变成异性恋了 就是在我们研究发现 就是他们 他们是没有发展出异性恋 然后他们最后发展出异性恋 所以其实 因应策略 他这里比较不像因应策略 而是他的 他的自我认同的过程 他自我认同污名化的过程 是不是 好 因应策略意思是说 我就想办法去抵抗他 比如像说 我表面说 好好好 我要戒毒 可是实际上我偷偷的去用 那这个才叫说应应策略 他针对了宗教的指责 我一方面信仰基督教 可是一方面我又觉得基督教讲这个不对 那这个叫应应策略 那你这个比较接近说 他的从任内化污名化的过程是怎么样 你这个部分比较接近是这个过程 好不好 OK 那大概是这个问题 那好 没有问题了 谢谢我们谢谢第2组 同学那个整个学习报告终于结束了 没有压力解除 我压力也解除了 好不好 但是您的报告还没交 书面报告记得 下个礼拜四 礼拜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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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12点以前 中午12点以前 因为刚好就是我们这堂课结束的时间 好不好 中午12点以前 记得把书面报告交出来 记得回应我上课题的这些问题 记得要回应 不要傻傻的 就是把原来要讲的东西 要重新讲一次 那明明我觉得有问题的地方 你们还是继续继续错下去 好不好 那这个学期 您在写报告上 记得记得 还是要回到我们社会学最关键的 这关键是什么 这关键是什么 社会学 这个学习学到社会学 这关键是什么 结构跟关系 对不对 所以要时时刻刻回去想到说 你这个问题跟社会关系 跟社会结构的 之间的连结是什么 好不好 不要再 而且要自己想一想 这个报告高中生能不能写 高中生可以写得出来的报告的话 但是表示你这个学习什么都没有学到 对不对 好 OK 那我们今天就上课到这里 今天是不是给自己一个掌声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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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上课 谢谢 택 song 这份新闻 都没有数学 你真的帶有力藥嗎 羨慕嗎? 我一直在問你 說我喜歡你 我喜歡你 我喜歡你 你不要沒拍照 大家考慮那樣子的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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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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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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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各位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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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